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他去決定節奏怎麼打 而不是你去決定 強勢的進攻籃板 陳范柏彥 在沒有任何這個球員 尋找球員的規範的情況之下呢 造成現在其實 強弱之間落差是越來越大 所以我個人三名防守球員 在林彥廷的周邊 陳范柏彥在把籃板球員抓到一個人 運球到前場 挑籃抖鋒 貫成他貫用的右手 他的重要性我想 短期之內可能其他的球員 尤其是具有高度的球員 可能沒畢業之後 HBO下一個世代的球星又在哪裡 或是說不要說球星 下一個世代具有跟他們相同能力的球員在哪裡 40分差 81比41 打球 M1 陳范柏彥 所以身體跟精神這兩方面 對於一個年輕的球員來說 還是需要教練來幫忙 WOW 好球陳范柏彥 陳范跟陳吉隆兩輪對位 重心壓得很低 陳范拔起來 做Pull Up Jumper 高球員在外圍盤球 想要尋找陳范柏彥 拉出來跟譚吉隆在3分線的來做對決 這一次陳范柏彥 對面 相信他在籃下第一時間都能夠輕鬆的取分 能人現在戰術很清楚 把陳范柏彥拉出來 跟譚吉隆在外圍做對位 陳范柏彥兩次這個地方都得手 哇 陳范柏彥從第一個得分上雙的選手 對比賽要有影響 沒錯 頂觀後背後就給陳范柏彥 Nice pass 去做他側硬的動作幫助他的隊友得分 所以這名球員在整個男人的系統裡面 佔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莊瑋傑在空空跳起來傳球 找到陳范柏彥 高球員想要接場邊 這個時候防守卻已經佈下了重重的障礙 好厲害 我們現在要切進來 這邊陳范柏彥拉到三分線的中間 多投射 That's right 喔這個球太有水準喔 他就有更好的機會了 就一波的球權的差距81-79 陳范柏彥在高位做不定的三分線投射 Come on 哇天哪 他今天的三分任命動力多高啊 他是射球的現在 太成熟了陳范柏彥 哇 50秒 結束這場比賽 譚吉隆在高位拿球 打給之後 兩個夸縮的 要對到陳范柏彥 Rejection Gotcha 今年最好看的一場比賽了 哇 你看把這個 對方陳范柏彥晃開之後 沒關係 晃過之後 我趕快回到防守的位子 他們 不斷的成長跟進步喔 我再看一次喔 你看 而且他晃開陳范柏彥之後 陳范柏彥其實第一時間失去重心 但是呢他馬上回到原來的位子 哇這個球陳范柏彥 我講實在話 直接高調的籃下 這種高通作業 對陳范柏彥 其實兩邊在封線上面的高度可能有點差距 不過在後衛方面其實兵沒有差太多 對 小球交給陳范柏彥 籃下得到分數 還有M1的機會 陳范柏彥在進區搶到進入籃板 中開一開始是用這一種區域的防守 這跟左翎彥對上松山的一個窒息式的壓迫 高球在低腳埋伏的三分線 陳范柏彥籃底下一個搶三個 其實判斷 創下HBO的最大順分還有最高得分技 對 像一三席之境 對 但如果說把那個底下厚掉的話呢 如果掉槓了 然後那個等於你的槓鈴就會這樣一邊就翹起來 然後整個很高的臉 像超翹板一樣 對 超級嚴重的 是誰呢 這就標 就會場內 還有2分半結束上半場 陳范柏彥高低位Hilo近來高 陳范柏彥籃底下就擋不住了 18分的差距 不過兩邊在第三節的分數打得很高 因為才復活短短的兩分鐘不到三分鐘 都已經得到十分以上在右邊出手 但常常控球後尾很少 他會在兩邊的底腳做投籃 因為這個地方會太深 你會來不及回防 陳范柏彥 Post Move在法座跟我們在亞洲所使用的不太一樣 像譬如說後側步的出手 或者是左右橫向變擋的出手 跟我們在亞洲出手的這個動作節奏 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感覺起來還有聽進學長的一些箭言 吸收力相當的高 Post Move在幫忙 有聽到你一直不斷在 Cue他 對,聊到他的名字 這有關門沒有關起來 吳宗憲跟劉柏彥之手 還是在內線做POSE防守的時候 他的這個拿捏的尺度拿捏的並不好 因為當然史博恩球靈是比較短的啦 不過這也顯現出陳范在甚至到下一個層級 第三號的守備位置 然後可以投三分 又很會助攻 對 陳范博焰空手切進來要追防的彈吉隆起步就慢了 你朋友也期待了很久啊 這應該是這十二金八的附賽最有看頭 而且長度最高的一場比賽 快起來 陳范博焰轉身的跳投 然後再度展示他 高中 哇 已經守到三二了 陳范博焰對出來 他有非常大的磁鐵的效應 吸引防守者 那他也非常聰明地去助攻給他的隊伍 陳范博焰如果說他沒有看到彈吉隆隆秀 他就很勇敢地往裡面打 三分外線 石頭六中 沒錯 尤其最後決勝起的兩季三分 哇 真的打得這個最後泰山無法操獎 陳范博焰很聰明啦 他知道用扛的不一定扛的進去 但是利用腳步利用速度 漂亮的傳球 骨毛的助攻 找到了陳范博焰 他也是目前聯盟的助攻排行榜第二名的選手 現在14比11 執行了一次的雙檔 高成往進去來殺 再給一個小球到藍底下 score 缺少這種得分的火車頭 同樣也是高冒台高弧度 陳范博焰 歡迎顏色 這種勉強的進攻 對 所以正如甲板教練所說 他也說不定的在學習陳范 這個時候跳出來剛剛好 加上了邊線球 哇 又是陳范博焰 擔場的第三顆 有接吻 不過在看到丁冠浩把面具拿下來 一時間好像還有點不太能適應 的確 不過對於 南虎這邊當然在高度方面來說 是比較屈居劣勢 所以在三分外圍的命中裡 絕對是要有效的提升 嗯 陳范來挑戰籃框 滑球被抄下來了 火車趕進來起飛 再得分 非常快 王手光現在前場 就已經把人壓得透不過去了 哇 三四下抬進去 這是一個 那個發揮的話 我相信是蠻困難的 對 就是要比火力的話 你拿的是機關牆 但最怕是打炮 馬上這邊又開火了 陳范 你收縮以後 才倒到外圍的一個出手 是 這個就比較接近 一對一的放單攻擊了 其實也能讓這一種 那在南湖這邊 他們可能進出高度的劣勢 其實會比較的縮小 差距不會那麼大 嗯 其實虎毛打球真的相當的聰明 尤其在這個後衛方面 他不需要靠得分去展現他的 全場式的壓迫的時候 拖延對方的時間 也能讓他們在進入到對方的半場 這個系統戰的時候 在籃底下好像出了一隻雞腿啊 現在莊瑋傑倒在 附賽他是大會的得分王 21.4分的場均得分 那包括昨天在八場賽第一場 他也得到了20 剩下兩秒鐘了 出手沒進 被王爺盤抓到籃板之後 前場三打二的機會 給陳范博艷 右邊上來得分 一場比賽得分沒有到80以上 那是在高雄面對七年的比賽 他們得到了78分 陳范博艷再來進三分 組教練林鄭銘教練 已經為了後面的比賽 他在做不斷的一個調整跟準備 又是陳范博艷的底角三分 你是一個大學球隊總教練的話 你最在意的球員 哪些方面的表現 就是你選材的標準在哪裡 第一個當然我覺得就是 保護知道自己的籃框 我覺得這是 有一些東西 他是球員的一個本質 人格的特質 所以他沒有收穫 他也希望去磨練一些不同的組合 然後讓這些組合呢 真正在實戰的時候呢 能夠發生效果 我覺得這邊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最後一刻找到了陳范 當時最後的門員 行進的六分差呢 是帶走勝利 這邊又是陳范博艷拖著進來 五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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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潛能 我們今年很少看到林鎮進攻 這麼主動過 萬維這個空腦是比較大的 四五號位的球員 可以去做幫忙 當年的楊正倫在高中 真的是大殺四方 對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 包括到南山的張震雅 包括到陳范博艷 都是不斷地去 去改變他們的打法 對 能人對這個球的掌控性 真的太好了 又是陳范博艷的三分球 五毛 再往外分 又是陳范的出手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哇 頭翻 還能做直挺跳投 倒是在第一節 能人的Motion打得非常火 是 五毛一加試探性的切入 外圍陳范博艷 從出去 側步的出手 橫向移動 哇 投射距離真的越拉越遠 平關浩進到藍底下 傳切出來 陳范博艷 大碰擋投射 BAM 哇 在這階段這個 這高承恩跟 古馬有片刻休息的機會 陳范博艷從外圍拉出來 過掉第一步的譚介龍 後面出來 譚介的低腳 這邊埋伏的陳范博艷 已經站了很久的時間了 對 出來 譚介龍在 一位拿到手 再POP出來 硬撞進去 想要挑戰陳范博艷 這一波 23 關鍵就是譚介龍 在核心的位置 他的補防的能力非常好 挑戰譚介龍 反向式的轉身上籃 陳范博艷在 第一節就得到32分 到了第三節 現在才46分 大跨步 他真的是追不上 是 陳范在低腳3分 想要搶快 是 有 在 這要比賽太山的走位的策略非常的靈活 而且 哇 在空中結果看見龍被按了下來 誰看 哇 你看看丁貴浩的成球有多冷靜 四處股角會來不及鋪 一半空中這球造成了彈志龍的反規 抽進算 這個能人現在 形成了高低位的一個進攻的優勢 反而 平坡好切入之後 在空中挑籃 還是輕了 二波的攻勢 現在陳范博彥 好 拉到外圍 前方伯彥下滑 一個空手接入 陳若邊的轉換 看這名字就立到大了 要追上五毛一下的腳步 五毛只要陳范這一次 雖然說在人 放心的一個打法 再找機會去做到智光 五毛給到陳范 我就跟漸漸把他們的攻勢打出來之後 防守段的程度也增加了 是 主要是防守人力人的強度 哇 陳范博彥跟進的拖扯 吹了倒 還有48秒結束上半場 陳范博彥在第二集的爆後 也把能人的機制推向底峰 高經緯高調給陳范博彥 對 海洛的概念 從八丟線 直到十秒鐘要結束下半場 陳范博彥在第一角的三分線 鞏固了那個能人的禁局 讓這一批球員 並不用做太多的這個身體的這個 對抗 福岡第一高校的南藍隊來到台灣 那那個時候 喔好球 丁冠浩在船接的路 對 當然在對到東山的那場比賽 其實也贏了快20分 陳范直接兩個跨不進去 非常快速就要到分數 當然要展開他們的translation的進攻了 直接高調到籃下 在陳范的手上 9 pass 哇這個球判斷得太... 男人必須要先找到一個得分點 那就是陳范博彥 今天 郭范過了為家豪 陳范博彥在外圍開火 from way downtown 防守 讓男人所有的這種運球交差 跟對球掩護的這個優勢全部都化解掉 Alright 今天 真的就是要靠陳范博彥了 郭范號 右側殺進去 往外分 陳范也有一個三分 出爪的機會 BAM 哇 對 但是也要發生失誤 骨毛時間 Linning pass到前方 想要最漂亮的傳球 這就是我們想要看到能人的轉換攻擊 20分三籃板 陳范換成左手好球 陳范換成左手好球 陳范將左手打進去 陳范就是要往裡面打慢慢 這一槍有可能會付出代價 張鎮陽 面對高晨恩的挑戰 他成功的守住 所以南昌高中又發生一次的失誤 讓陳范博彥在籃底下得分 陳范博彥 陳范博彥 他有點身材的優勢 所以在接到隊友的傳球 Good time 7分差 陳范博彥接球 來了一個高打敗 哇 陳范博彥他需要進攻 也就是說 對方的防守其實都已經固陣不好 在這個進攻段上面打得過於勉強 陳范博彥 突然的一個辯證之後 在底線 陳范高難度的出手 這是一顆三分球 哇 陳范博彥 動起來 贏得了這個關鍵的比賽 嗯 上框而出 假動作 陳范博彥 陳范博彥 球卡到兩下距 哇 聽過他的兩分沒 一句傳心 陳范博彥 八成八分 HIFE TIME 他如果有進攻的威脅性 其他的進攻點也會中三七秒 比賽出現變化 陳范博彥 速中 突然斷棒 最後 好 哇 這可能是今天比賽最關鍵的一球 全場都嗨半天 我們再來看一下陳范博彥 他有非常好的一個運動能力 從防守端的超 五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